这期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台蓝色皮卡 车轮被架上脱掉用的轮子 准备被远景用脱掉车拖走 据车上衣的车主双手插腰 看得出来百般无奈 事件就发生在14号 基隆一名皮卡车主把爱车停在家门口 由于验车一直验不过 导致车牌被注销遭到民众检举 零星车主拼命解释 但是远景就是坚持要把车拖走 他气氛地表示 拖走至少要给个单据或是通知单 让他知道去哪里领车 但是通通都没有 基隆交通队副队长就表示 如果要领回 需要自己找拖掉车来拖 经理站愿意发临时派给他 就可以开回去 而会那么气愤 全是因为这台车背后有洋葱 尽管儿子没有挺过病魔 但是林先生依旧把车子留下来怀念儿子 他现在只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帮他解决爱车一直验不过的问题 让他可以早日把爱车接回家